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北特技術的耳朵法老師 我們今天來講外籍管家的偷竊案件 那其實很多外籍管家他們其實人心底很善良地好 也跟我們處得很好 不過難免會有一些就是 會有偷東西的情況產生 在部分的人身上 那在我因為我們剛好從事的珠寶實業 在差不多這十年來我最少聽到 我五起我自己親身的客人 他們遇到了這樣子的事件 從台幣30萬到台幣百萬以上都有預見 所以說這個其實是問題很大的一個 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來說他們到底是怎麼犯案的齁 他們犯案的方法通常都是在要走的那一天 也就是說他們今天要離開台灣了 他們要回他們國家了 就是那一天犯案的 那東西如果是放在桌上 像你說你這樣子兩顆鑽石我們丟桌上 跟你講它不會拿 它不會拿 那如果說你這裡一盤鑽石 放在抽屜裡面 它會不會拿 它會拿 為什麼 因為你兩個鑽石放桌上 你不見了你一定馬上知道 打給警察了 可是你放在抽屜裡面 這裡有五十幾顆鑽石 你 它偷了哪幾顆 你也不知道啊 然後你可能十天後發現 一個月後發現的時候 他已經看他國家當土豪了 所以 別這樣 然後 所以 打斷我 害我 忘詞 所以說這個東西我們是要 要怎樣防範 我們要講一下 防範的部分 觀察的話 我們建議大家要再 錄取他的一個 三天到六天我們做一個觀察 有點像是 你在找104的員工 或你們公司在找員工 那樣的感覺 那你在感受他的一個 言行家教 身教 還有他的男朋友 他的家人 跟他的一些講話的方式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房間 看一下他的行李箱 他帶的東西 然後還有他 是不是感覺他是要做久的 還是說他感覺好像 只是要帶個一兩個禮拜 把你家尻一尻 然後就走掉了 然後 然後他的擺設 你看一下他有沒有要常住的感覺 還有沒有要定性的感覺 然後再跟他男朋友講話 那感覺聽起來好像 好像整天就是很想要玩玩樂之類的 這樣子 還是是一個比較穩重的一個人 其實這個其實是在你們觀察期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尤其有的人是比較會認人 比較會看人的話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現在其實 現在私事很發達 所以說 假設說你今天這個是鑽石 紅寶石、藍寶石 珍珠、竹母綠、勞力士、手錶 其實全部的東西 他們都會判斷 以前的話可能還看不懂鑽石 看不懂黃藍寶 不過現在都會判斷 因為現在 服飾是很發達的嘛 那如果說你要預防 他們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買一個保險箱 那保險箱的話 勢必要兩個人搬不動 你不要說一個人就能搬得動 兩個人搬不動 很大台的落地式保險箱 最好是轉了三圈以後 還要鑰匙再查一下 最好再加一個保險 用它如果去真的開了 還有一個來個BB這樣 那你一定會問說監視器有沒有用 監視器當然沒用 監視器當然沒用 它就是在預謀 在你最後一天走的時候 才要犯案 你監視器拍到 你去掉的畫面 都已經太慢了 你下午的時候 犯案晚上 他人就不在 所以你最多了不起 把監視器給警察 下來以後 他就是說下次是無法入境台灣 也不能再當管家了 不過呢 他已經在他的國家 把你的珠寶賣掉 把你的鑽石賣掉 他已經在他們國家當土豪 他以後也不需要來台灣了 所以說這個 我們的預防 絕對是勝於事了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在預防上面 應該多下點功夫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